下一个词汇 Toxic 有毒的引起中毒的 同一词 Poisonous 有毒有害的 来自于Poison 毒药 还听过著名的网络歌曲 Poisonous Perfume 有毒的香水 香水有毒吗 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对吧 写的好陈世化的歌词 看一遍就过目 难忘印象深刻 Toxic Chemicals 有毒的化学品 Toxic Fumes 有毒的烟雾 Gases 气体 Substances 物质 Waste 有毒的肥料 比如说合肥料 They might eat something toxic and damage their health 他们可能会吃到一些有毒的东西 并且损害他们自己的健康 下一个词条 Trinian 万亿兆 我们做名词含义了 单词的构词 Tri加Million Million的话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切分 所以再往前面走三位 到这里 是不是变成了我们所说的 这个这个这个Billion 一亿嘛 对不对 再往前面进 一二三 就变成了一个Trinian 所以在英式拼写当中的话 大数字一个习惯 每三位前面都会打一个小底 以此来构成的话 我们讲这个数字的晋级 所以在一百半的基础之上 再往前面进三级 就变成了我们讲的是万亿这个概念 This catastrophic events 灾难性的事件 第一单元讲过 星星往下坠跌下来 是被称作catastrophe 大灾难嘛 造成了多达1.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通过这个单词 咱们稍微总结梳理一下看 在你一往真题当中出现过的数字前缀了 表示数字一的一共有三个 So Uni 和Mong SOL表示一 倒还蛮简单 同学们最熟悉的SOL 独唱独奏 在考试里面显然不可能考单挑这种意思嘛 所以一个人演奏 一个人演唱 SOLO SOLA 日的 太阳的 本身古人认为太阳是整个世界当中唯一的能量来源 所以由数量一引上成为日 和它相对应的一个词叫做LUNA 叫做月的 所以日历是不是分成两种SOLAR CANNING的和LUNA CANNING的 阳历和阴历嘛 LUNA就是来自于罗马神话当中的月光女神叫做卢娜 咱们游戏当中把她汉花成为 LUNA 所以大招才叫做月下无限连嘛 SO 唯一的 仅有的 一个人的嘛 对吧 SOLITUDE 独处独居 独处独居 一群孤单的人在一起 相互摸摸 是不是叫做安慰和抚慰 CONSO 好 第一个SO咱们就学完 接下来第二个UNIT 这个简单了 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UNIFORM叫做制服 一种形状的衣服嘛 UNIT 单元单位 UNITE 团结 对吧 结合 UNIT叫做联盟 这都是来自于UNIT 我这家商店里面 卖的都是独一无二的衣服 UNIQUE CLOTHES 把这两个单词各取前半节音节 就编成了国际上面特别著名的一个快食商品牌 UNIQUE CLOTHES 在日语的评价和片价当中 CLO CLOTHES 就拼成了QLO 所以那个LOGO就由此得来了 最后一个梦 孤身一人修行的人 僧侣修道士 刚刚聊过一个星期每一天的命名规则 一天的梦 天一 星期一就由此得来 MONO表示一 TONE表示调子 只有一个调子 单调 最早是一个音乐学的术语 单调对的是副调这个概念 渐而渐之引申到生活中枯燥无聊的那种单调了 下一个MONOLOG LOG表示说话 一个人说话 叫做独白 两人之间的说话 Dialog是不是翻成对话了 最后一个MONOPONY MONO表示一 PO表示急 只有一急 我们平常说单急格局 是不是叫做垄断 那个PO就是来自于他嘛 急的意思了 所以急地的熊是被称作POLAR BAY 对吧 北极熊嘛 表示二的 BI和DU DI只不过是DU的变体形式了 刚刚讲SOLO表示独唱独奏 DUAT 二重唱二重奏 PLIC表示折叠 一折为二 中文叫做复制 Diploma 一样的词源 一折为二的评书 古时候的话 是叫做通关文碟 谁持有啊 初访的一些大使持有 所以大家会发现 文凭这个词 Diploma 竟然和外交官有了观念 对吧 所以初访的外交官 手上才持有通关文碟 可能刚刚问 谁用通关文碟 你们第一时间飘出来了 比如说唐僧 也对呀 他不就是一个出访的外交官大使吗 玉帝哥哥 每到了一个王国 是不是要自己的图案 成帝通关文书 国王盖个章子 代表合法的出境和入境 这个访问的任务就已达成 对吧 千难万险都过了 连斯托岭都过了 最后差点栽栽了驴儿国 对吧 长安家错写 世间安得两全法 不复如来不复清 其实唐僧师徒一路 沿袭当中的跋涉 碰到了那么多的艰辛困苦 九九八十一烂 那么多的痴妹亡两 妖魔鬼怪 仔细想想 是不是都是一个人 内心生出来的执念和幻念 照理来说 孙悟空一个跟头云过去 就能够把真金拿回来 干嘛 需要实打实的 因为很多时候 人心当中的苦楚 各种欲望 是需要靠自己才能够征服的 对吧 所以为什么被称作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 这部分可以理解了 Diploma 文凭 Bi-weekly 双周刊 Lingo表示语言 Bilingo双语的 Lingo表示语言 一种学科研究语言 叫做语言学 Linguistics 语言学家 Linguist 表示三的叫做Tree Triangle 三角 对吧 Cry叫做三 Angle叫做角 Trivia VIA表示道路 在希腊语当中 所以Trivia的字面含义 在希腊文叫做三叉路 古希腊人认为 三叉路口 人多嘴杂 不适合说重要的事情 所以Trivia 现代英语的意思就由此得来 不重要的事情 所事 对吧 所事 形容词形是Trivia 微不足道的 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以希腊语当中的道路 在现在的英语当中 就转化成为了借词 走哪条道 经由 通过 大家听过著名的歌曲 那个那个 平凡之路 对吧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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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就是路啊 路啊 路 你看单词不好 连歌词是不是都听不懂了 表示四的 括 唯独考的一个词 就是括 中文一 是不是叫做四分之一 中文二 一年的四分之一 叫做一个季度 中文三 一小时的四分之一 是不是叫做一课钟 马上熟悉了 考研当中还考其他的 比如说表示五的 叫做Penta 表示六的叫做Sex 表示七的叫做Sept 但怎么六级里面 不做要求 就挺简单的一些表达了 打游戏我们听到 First Blood Double Q Triple Q Quarter Q Penta Q 这不就是这一组数字前缀 所构成的一些单词吗 好了 下一个词 Tenover Tenover 两层含义都挺生僻的 第一层 营业额 成交量 跟钱和收入有关 第二层 员工的更替率 人员的调整率 跟公司当中的话 裁员招聘有关 Annual turnover 年度的营业额 整体当中考过了例句 里面出现的呢 The employees were less likely to leave their jobs 员工们离职的可能性 特别低 Resulting in 从而导致 Reduce the turnover 跟员工找工作 呆在工作上相关 属于取第二层意思 员工的更替率降低 老的不走 我的岗位只有这么多 是不是的话 新的就很难招进来 对不对 所以就会导致的话 员工的更替率较低了嘛 两层意思 看懂了哈 Tenover Unprecedented 盯着音标看 Unprecedented Unprecedented 构词倒还蛮清晰 un表否定 pre表前面 sad表示走 字面上面在翻译 在前面没有走过的 在前面没人走的 始无前例的 空前的 绝无仅有的 an unprecedented success 姚明在NBA取得了 空前的成功 始无成立的成功 their progress could be accelerated in an unprecedented manner 他们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加速进展 他们的进步和进展 能够被加速 速度移在往上 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式 这个词主化 in an unprecedented manner 以什么方式 复习概括一下看 sad的这个词根 大部分都是四级词了 虽然讲义的前半节四级词 是让同学们自己刷 其实大家会发现 咱们在后期串讲六级词汇的过程里面 也总是会不停的 把其中的一些 纯四级词拿出来讲 那些一级二级的简单词 就不多说了 sad seed和sad表示走路 一再的朝你走 access 中文一 进入权 使用权 接触的机会 第二层含义 一再往你走 最终走进去 进入到达 第三层 入口 做动词的含义 计算机术语 进入到硬盘 进入到存储空间 存取获取 存取获取 OK 下一个单词 accessories 注意一下看这个单词 结尾加辅数 珠宝配饰附属品 装饰物 比如说手带 皮带 珠宝 这女生戴的各种各样的 耳朵上面的链子 脖子上面的链子 鼻子上面的链子 手上的链子 统称叫做accessories 对吧 接近身体 进入身上 这一堆东西 就是跟access有关 下一个单词 可能从构词的角度 一下子就蒙了 在下面走 所以 继任继承 不太熟吧 我退位了 在我下面接着走的人 是不是就变成我的继承人们 脚踏实地的走 在下面走 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方有可能带来成功 所以正是因为你们只熟悉成功 不太熟悉第二层 所以会导致的话 这两层含义 以前从来串不起来 现在就知道了 在我下面接着走的人 接替继任继承 proceed的简单 往前走 继续进行 继续做 做完了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过程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多动词就表示加工处理 所以常见的数据法 CPU 是不是叫做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当中的这个P 就是加工处理 加ing Procedure 这一路走 就走出了一个步骤和过程 程序 Exceed 走出来 超出超过 名词形式 走出来的这一部分 过度过量 形容词 过度过量得 动词 Excel 做事超出别人 超越别人 优于擅长 现在知道微软的那个表格 办公软件 为什么叫做Excel的吧 行动词Excellent 卓越的 再次引申行动词 Exceeding 非常的超越的 往前面走的所有东西 加起来就变成了一列 行列队伍 一排一串 经济 往回走了 衰退 萧条 往回走 Ancestor 走在前面的人 叫做祖先 Successive 刚刚Succeed的形容词 连续的 Concession 大家各自走一步 让步 多看两遍 听老师的这个串讲 听一遍显然不够 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 幸好的话是录博 随时的话把倍速调整一下 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 1.2倍 1.5倍 甚至于是两倍 是不是就发现像鬼畜一样了 对吧 滚雪球 在结合你们自己被讲义的过程 背个十来遍左右 在狂做题 在题目的过程里面巩固 这些单词问题总能解决的 下一个词汇 Sue Sue 控告 对什么什么提起诉讼 还记不记得第一单元学过它的名词 叫做Sue 同一词是不是叫做Law Suit 法律上面的诉讼做名词 我们今天学到了是动词 提起诉讼 控告 构成的搭配 Super 为啥提出诉讼 请求祈求 Super Peace 就是请求 祈求和平 由因别无选择 而选择求和 Vernon Bauman A 75 year old farmer from rural Indiana did something that got him sued 75岁的一个农民爷爷 为雨的话本身 Indiana的农村 做了一些事情 被起诉 Got him sued 第二个表示起诉的词 叫做Apple OK Aggravate 拆分 使之一再变严重 Aggravate 使之一再变严重 所以看清楚 把讲义当中这个字给我圈出来 使严重 使恶化 我们平常在四集当中 天天听到的恶化 是不是叫做Deteriorate 第一表示往下 局势情形往下 也可以叫做恶化 区别在哪看懂了吗 既然Aggravate是个始动词 那往往是A使得B恶化 就用Aggravate 反过来造 那是不是叫做B恶化 是因为A 口头造个句子 私家车的增多 使得城市交通恶化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 The increase of private costs Aggravate City traffic 使城市交通恶化 用这个词呢 城市交通 Deteriorate Due to 私家车的增加 知道区别了吧 熟词PE 你的女朋友问你 对 你没有女朋友 对吧 男朋友 或许有 或许有 对吧 无所谓了 假象 想象 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啊 最可怕的直男的回答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这这这刹拉间的话 是不是跟女朋友的关系 就恶化紧张了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 惹她生气的过程 等同于 Irritate 激怒的是桌子 灌溉的是大门 所以后半截就想象成为table 那马上一个桌子就盯起来了 因某事而发露 所以女孩子要的其实不是你的答案 而是你的态度 所以你觉得女人没有任何的不同 这不就变成了indifferent的这个词吗 I am表示否定 Different的表示不同 是不是只能证明你对她 莫不关心 冷漠冷淡 More people worry about the opposite deflation that would aggravate the economy's problems 更多的人担心相反的情况 通货紧缩将会使得经济问题更加的恶化 加剧经济问题嘛 使经济问题恶化 表达化出来 deflation顺便记一记 通货紧缩 第一表示去掉 flate叫做气嘛 去掉里面的气叫做通缩 往里面打气叫做通胀 inflation 对应者就是deflation了 好了 这个词条怎么看完 下一个 注意一下双音标和 做名词和形容词的时候念成aggregate 若读aggregate 做动词的含义的时候念成aggregate 名词 总数合计 形容词 总数的合计得 动词 总计合计 万遍不离其中的那个中 咱们就了解了 构词法 同样的构词 跟上一个单词 使之一再的集合在一起 总数合计嘛 一再的集合在一起 这个词根比较难记 所以给了同学们一个助记法 几二几 几二一几嘛 几二几 集合合为 aggregate of 总共 我们来看看真体当中出现这个单词的例句 Dekensian Narrative Is that 术语出现了 凯恩斯主义的陈述式 说法是 There has been a major job 有一个大幅的下降 in aggregate demand 在总体需求上 修饰后面的名词demand 所以取形容词词性 aggregate demand 两个词组 巨幅下降 总需求 那我们说总供给呢 aggregate supply 是不是就可以了 总成本呢 aggregate cost 举一反三嘛 对吧 一个术语凯恩斯 来自于德化本身 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 在他的著作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 就被称作凯恩斯主义了 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 通过增加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 扩大政府开支 实行赤字财政 从而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咱们现在的话部分就借鉴了 凯恩斯的一些理论嘛 拉动现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第一是出口 第二是投资 第三 是不是刺激内在需求 拉动消费 下一个align 学过哈 no 阿表状态 Line表示一条线 所以字面上面翻 在一条线上 使称一条直线 对准 引申 我和你在一条线上 代表我和你是一边的 与什么什么结盟 公开支持 第三层 我和你的观点在一条线上 使一致 一条线上 A line 读音也一样 对吧 A line How did you align strategies throughout the company 你是如何贯穿整家公司 使得策略保持一致的 看懂这个动兵了吧 供整个公司上下齐心 策略上在一条直线上 保持一致 它的名词alignment 列队排整旗 联盟结盟联合 谈论到联盟结盟 这层意思 几个词 拓展一下 Alliance 联盟 对吧 打魔兽的时候 是不是天兵天道 为了联盟 为了部落 就是来自于 A line 这个动词 结盟 实际上面的话 A line 词源上面 跟我们现在讲的 Align 是一个词源 使之一再在一边 Al加上line 对吧 第二个联盟 叫做另一个 League of Legends Lualu 英雄联盟 游戏名字 这一个 是不是也叫做联盟和协会 懂意思了吧 著名的国家篮球联盟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说写不就变成了NBA吗 所以中国足球协会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就被称作CFA了 这考研作文当中 考研究生会 Post Graduates Association 像这个 我加一个偏旁 League叫做联盟 Code表示一起 我和你在一个联盟当中 我和你的身份 是不是就构成了同事身份了 这美国特别著名的 学术联盟 是被称作Ivy League 长春藤联盟吗 总结一下看 今天上课碰到三四个单词 都是来自于这个前缀了 所以放在一块 大家快说了流了 中文一般翻成 再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得了 词应上倒并不固定 这些单词的共性特征 老师都标记了一下看 好有规律 拨的表示甲板 很薄的东西叫板子 拨的 熟词PE叫做董事会 所以四面翻在板上的 哪些东西有甲板呢 在车上 在船上 在飞机上 这是大家背过的吧 而不我的 第二个 Broad表示宽阔 A表示状态 在宽队 在宽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区间 在国外 到处 Maze 迷宫的意思 所以把一个人放在迷宫中 在迷宫里面 走不出来的状态 使吃惊 使惊恶 是不是等同于 Astonish Surprise 这些词 Muse 九个Muse的姐姐 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快乐的 文艺女生 所以Amuse 快乐的状态 使开心 Brest表示胸 胸骑着胸的状态 并排的 A breast Rouse表示 唤醒激励 Arouse 激起引起 King表示 亲戚类似的 两者属于 类似的状态 相似的 Sand表示爬 属于爬着的状态 往上 上升 Curtain表示 确定 确定的状态 弄清 确定 查明 Love的表示 阁楼 处于在阁楼的状态 在空中 Shame叫做羞耻 处于有羞耻的状态 羞耻的 惭愧的 再来 Math表示团块大量 使之处于一大坨的状态 聚集 Shore表示暗 所以SeaShore就表示海岸 所以在岸上的状态 A sure Manda表示修 Amanda 修理 修定 修改 A aspire 处于有呼吸 有气的状态 追求可望 今天讲的吧 Mid表示当中 在当中的状态 在其中 Top表示上面 Mountain Top就跟着一起来 所以A top 在什么什么上面 顶上 Mount表示数量嘛 对吧 数量 总计 Wait表示等 A wait Side表示边 A side Head表示头 Ahead 头前的 Leaf表示活 Alive 活着的 Wake表示醒 A wake 醒着的 Ware表示 觉察意识 是Aware 意识到的 一下子 小三十个单词 就一个偏旁 全部创完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知其然 也要知其所以然 好 接着回到讲义 下一个词条 Aristocrate Aristocrate 这给学生的 伪科学的 助记法 读起来 是不是听到 像一个 希腊人的名字 亚里士多德的 本身先生 就是一个 著名的贵族 所以Aristocrate 就直接由 亚里士多德 拼音啊 就联想成为贵族 贵族成员 你非要的话 本身 记这个单词的 构思法 Aristocrate 加上crate 一个社会 最好的统治者 就被称作这个社会的 长老会 精英阶层 所以 一个词汇叫做 Elitism 精英主义 对应着反义词 叫做Populism 民粹主义 认为社会的管理权 应该交由 大部分的精英分子 这就叫精英主义 认为社会的管理权 应该交由 大部分的普通民众 就是民粹 所谓的民主 哪个靠谱 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史上 你要知道一个道理 没有一个民粹主义的政权 得以持久过 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模型 是不是就是古希腊 这一种精英统治的 变体形式 民主集中 基层推选 对吧 好 来学构词 classy 统治或政体 写成crate 就表示统治的人 第一个democracy 学过了 demo表示人民 cracy表示统治 人民统治 民主 democrat 民主主义者 民主人士 auto表示自己 autocracy 我自己来当统治 专制统治 独裁政体 autocrat 专制的人 独裁者 bureaucracy 官僚制度 官僚作风 讲过的 来自于bureau 局 官 就是官方 theocracy 来自于词根 the 表示神仙 所以神学叫做theology 你们熟悉的theory理论 主题 theme 包括theist 有神论者 atheist 无神论者 都是来自于theo这个词根 theocracy 神权统治 最后一个mono 今天刚讲 数量表示一 cracy 表示统治 一个人统治 表示独裁政治了 部分上面 是不是跟autocracy 保持一样 对吧 就是意识和统治 相关的词根 beginning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it became fashionable for young aristocrats to visit Paris 从16世纪末开始 见而见之 变得流行的是 这些年轻的贵族 到巴黎来访问 今天讲故事 讲过巴黎 这个城市的词源 对吧 bleak 看到这个图片 什么感觉 好甚的荒 荒凉 阴冷 惨淡 无希望 对吧 我一科学了 bleak 壁 leak 泄露 壁加漏 合二为一 墙壁漏风 寒冷荒凉 就闭上眼睛 接触想象 来完成 a bleak future 惨淡的没有希望的未来 是不是暗淡的未来 暗淡的前景 a bleak winter stay 阴冷的冬日 a bleak landscape 荒凉的景色 学过的哈 bleak heat side heel side 荒凉的山坡 a bleak mall 荒凉的野地 这各个含义都在搭配里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了 考试考的是哪个 young americans 年轻的美国人 already face a bleak labor market 面临着一个惨淡 没有希望的劳动力市场 什么样子的劳动力市场 cannot instill confidence about having children 这个市场 无法向他们灌输信心 关于的话 生孩子 所以不要孩子的年轻人 愿意当丁克的 就越来越多了吗 不是自己不想生 而是会担心生了之后 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 没办法给孩子 一个好的未来 那与其这样 还不如不生呢 对吧 所以读书越多的人 越是知识分子的人 好像的话 生育意愿的话 相对会更低一些 对吧 所以人口老龄化 已经变成了全球政府 都在面临的一个威胁了 坏处呢 第一 社会上面的年龄 构成了劳动力 老年人偏多 所以青壮年 劳动力严重不足 对吧 水生产效率的话 就陷入到瓶颈了 第二 是不是必然老年人增多 给家庭给社会 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一条 就是鼓励民众多生嘛 用新的 我们讲人口出生率 来压过的话 我们讲的是 这个人口的自然淘汰率 但是毕竟是长期目标 短期之内呢 延迟退休 劳动力不足 你就多发光发热嘛 就像你们大学 好多老师被反聘一样 第二个呢 如果国家政府力量强 比如说像中国 是不是还可以把各个省份的养老金 相互匀匀 这个省有多的 就不给这个省 这个省不够了 找那个省要 更加重要的方法呢 是不是还要想到 这样一些养老保险 能够赚一点钱 所以养老金入室 养老金理财 还要把部分的 这样一些国家负担 下放给企业和家庭嘛 我国家养不起 就是你们以前的 用人单位来养 每个月按照最低标准 必须跟员工签署 缴纳 对吧 然后的话 如果子女不散养父母 这是入行嘛 在法律上面必须 追诚你自己的错误行为 有各种各样的政策 其中目的 就只是为了缓解这一点 好 两个词组 Face a bleak Labor market 我们换一个 大学生正面对了一个 暗淡的就业市场 Face a bleak Job market 可不可以 第二个 逐步灌输信心 Install confidence about 关于什么什么的信心 Chunk 这个简单 一大坨面包 一大坨钱 我就喜欢把它翻译成为 坨 对吧 If you make clinical predictions based on somebody's race You are going to be wrong on a good chunk of the time 如果你做出了临床的预测 是基于某人 所在的这么一些种族 你将很有可能犯错 a good chunk of time 大部分时候 一坨时间 所以小短语全部话 a good chunk of time 大部分时候 make clinical prediction 做出临床的预测 临床的这个词 是来自于clinic 诊所这个词 对吧 简单的单词 讲快一点了 cocaine 因义词 可卡因 cocaine cocaine 长的就是来自于cocaine 骨科 原产于拉丁美洲的一种植物 含有的话 骨科碱 就被叫做的话cocaine 被用来制作麻醉药 该植物的叶子 还被用作可口可乐饮料的原料 所以既然有致饮性 所以说的话 本身喝可乐 是不是也容易上瘾了 对吧 所以好多好多的 这么一些偏化学类的成分 都可以以Ine来结尾 Caffeine 咖啡因 Heroin Halloween Nicotine 尼古丁 都是因义词了 因义词 You may have heard that Coca-Cola once contained ingredient capable of sparking particular devotion in consumers cocaine 你可能听说过 可口可乐 曾经含有一种成分 ingredient 什么样子的成分 后制定语 能够激起消费者的 投入和喜好的这种成分 所以这1%的 独家配方 至今被当成了一个不传致命 都是喝可乐 可乐与可乐之间 口感上面的些微差别 是不是就往往是有这么一些独家配方 所决定的呀 Spark著名词叫做火花和火星 做动词就引申成为点燃机器 点燃它们的喜爱 激起它们的兴趣 点燃它们的好奇 激起它们的求知欲 这后半截经常可以用来 跟各种抽象名词了 下一个词条 coinside 拆分 incident表示事情 co表示一起 很多事情一起发生 所以中文翻成同时发生 这么多事情一起发生 引申成为相辅一致 对吧 相辅一致 能够一起发生 就说明的话 病心不备嘛 第一个引申词incident 发生的事情 事件 动词词足 coinside with 符合 与什么相一致 名词 coincidence 同时发生 几件事情 一时发生 是不是就叫做巧合 相辅一致了 growing income class wage 字面翻叫做赚的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 所以完整的句子 收入的不平等家具的同时 大学学位对中产阶级 工资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 两个词组化 coincided with an middle age wage 注意一下 salary表示 月薪 位置表示时薪周薪 因为并没有能够确定 这样一些大学生究竟签的工 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工 但是他们还是都是有收入的 所以用位置这个单词体会一下差别 下一个词汇 clied 简单 co表示一起 lead表示滑 两个东西滑到一块去 就产生了相碰和相撞 我们玩了一个碰碰车的时候 不就叫做clision吗 撞击冲击 你看看lead表示滑 glide 滑行滑动 我们说滑翔机就叫做glide吗 slide 滑行滑动 含义不变 我们pvt当中 放一页 是不是就是滑一页过去 就叫做一个slide吗 隐身 价格的下滑和下跌 lead这个词根 d通p 换一个方向来写就变成了slip 也和滑有关 滑倒溜走 所以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slipper 滑来滑去的写字叫做拖鞋 熟悉了 collide 不难 drivers routinely collide with deer 时不时的 对吧 和路 相撞 碰撞 there are so many dead bodies 有了好多好多死的尸体 left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留在了道路的边上 那克莱的名词就叫做collision 下一个词汇 今天讲过这个词根 consecutive consecutive 连续的 不间断的 连贯的 constant的可以当成同一词吧 continual 是不是也可以当成进一词 同一词了 连续的 对吧 con表示一起 cq表示跟随 所以一堆东西相互跟随 跟随在一起的 是不是叫做连贯连续的了 sequence 次序顺序 跟随必须遵循次序 你们熟悉的q那个词 不就是来自于它吗 所以插队不就叫做 jump the q consequence 名词 结果和后果 subsequence 随后 接着 我们今天前面讲到的就是它的形容词 subsequent most people in the business would agree that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s the more stressful 大部分 行业内的人都会认为 most people in the business 连续的口译 是更加有压力的那一种 什么叫的话 我们讲交传 都会碰到好多次了 很简单的场景 你说一句 我翻一句 我翻完了 你再说 我再翻 什么叫做同声传译呢 一听也会能够明白 你说的时候我就开始翻 那我显然就不能在你旁边吗 不然的话 我的翻译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说话了吗 所以正好啊 我自己是学高翻的硕士吗 所以以前接过大量的这么一些同传 就端门在会场有一个同传间 设备还是蛮好的 所以每一个语会者都会配发一个 我们讲语言调控器 就你收听的一种语言 就是哪道频道当中的这个同传语言 对吧 这前面人在说话 我们就是临时的做翻译 对吧 很多时候的话 自己跟不上对方说话的一种节奏 翻译过程当中的小技术 就是在于不影响内容理解的情况下 经常还可以偶尔跳过一些 对吧 比如说把观点翻出来 格句子来翻 一三五七翻 二四六八就引去嘛 这是人之常情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 那样一种对应的 正是因为的话 本身语会人对于我们这些同传语言 不会那么的苛求 万一一下子我没听明白你说些什么呢 又不能让你停下来说 I beg your pardon 只能硬起头皮来翻 所以他们也只在于 了解一个翻译的 大致的内容 但是交替传译都不一样了呀 对吧 你看中国外交部 那些翻译司的那些 特别厉害的口语员们 天天陪伴的领导出去 或者接近其他国家的领导 主席说完了 你来说 总理说完了 你来说 那是不是的话 全场都盯着你自己的译文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有没有觉得交替传译的压力更大 对吧 下一个词 cozy 两种评写 C-O-Z-Y可以 C-O-S-Y也行 小而温暖舒适的 做名词 保暖罩的存在 是不是为茶壶提供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 那保暖罩跟里面的热水瓶之间 是不是就构成了相互勾起来的一对了 玩笑话 注记法 一起去周游世界 想起来是不是就特别的温暖舒适 对吧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呢 显然我们两个人结成一个派再出去 是不是才能体现出来旅游的意义 一起去周游周周一游游 co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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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cozy feeling cozy chat 后面的修饰的词倒可以固定 This cozy workplace no longer exists here 这个舒适的工作场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词条 crude 粗略粗糙粗俗俗 石油橡胶整天然的为加提炼的 做名词的含义的话可以表示为加提炼的石油 所以中文翻译成为原油嘛 看上去中文好多挺难记的 对吧 一个可粗鲁的人 rood本身就是表示粗鲁莽撞的嘛 肯定是粗俗的人 品行很粗糙 像一个为加工过天然的人嘛 是不是几声含义马上就串起来了 如果还记不住 看搭配 a crude estimate 粗略的估计 a crude wooden bridge 粗糙的木桥 crude pictures 粗俗的图片 in crude terms 粗略的说 简单的说 所以几层含义的话是不是全部都串联起来了 cr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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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过程当中考的多的一般都是原油这层概念 the advent of new technologies has added about 4.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to the crude oil market 新技术的出现 这个表达法技术 你们平常写周文经常写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随着技术的发展 还不如写成新技术的出现 增加了大约420万桶 在经济类的文章当中 barrel那个木桶 一般变成了国际油价的度量横 以及国际油价 国际原油产量的一个标准 出产了多少桶石油 就代表产量 每桶原油多少钱 代表油价 crude oil 原油市场 跟它相对的 那经过炼制的油 就叫做refined oil refined oil 下一个词 diesel 这个简单 为了纪念的话 本身 Radoff Diesel 19世纪德国的机械工程师 迪塞尔 就是柴油机的发明者 现在欧洲的话 柴油车也特别特别的流行 马力大 对吧 diesel car就是指的是柴油汽车 a diesel laden Brazilian barge sank near the base 一艘巴西的装满柴油的舶船 在极地附近的话 沉没了 第一个小词 layden 再满的装满的 diesel laden 装满柴油的吗 barge 船 舶舶舶船 我们后期会学到一个词汇 叫做inbark 使之上船 左手开始 那个bark 就是我们讲这个地方barge的因变词了 base表示基地 所以引申出来的basis就叫做基础 displace dis表示离开 place表示位置 离开以前熟悉的位置 迫使离开长居地 迫使离开原位 取代和代替 当他表示取代和代替的时候 马上想到的第二个replace 换一个东西 再次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看一看第四表是离开的 星星离开 记不记得 星位不正 让卡片离开 扔掉 抛弃 送前送员工离开 我们今天不是学叫做解雇吗 对吧 开除 使离开解散 除了表示否定之外 这是常规的迁追意思了 they often displace the wild life that was already leading there 人们通常会迫使那些 之前生活在此地的野生动物 从他们所熟悉的这些位置离开 名词形是displacement 被迫的移居他乡 第二层叫做排水量 这是属于典型的熟词生意了 Dissertation 专题论文 学位论文 所以好多 大四的同学 马上要写毕业论文 这可能算是不少了 你们本科期间第一次开始写 这样一些专题论文了 对吧 第一次表示分开 设的表示安排连接 词源同series insome 这些单词保持一样 所以字面含义 分开安排 各个讨论 对吧 所以这一篇Dissertation 讨论A话题 这一篇Dissertation 讨论B话题 就是指的是专题论文文 而所有的学位论文 必须要围绕一个的话 专题进行重项的写作和阐明 所以就引申成为学位论文了 类似的一些单词 discuss 分开安排各个讨论 所以讨论这个词 也是来自于dissert discourse 论文和演讲 disquisition 专题演讲 专题论文 专题报告 都是来自于dissertation相同的词源 所以含义有交集吗 Academic dissertation 学术上面的专题论文 我们就管它叫做学位论文 学术论文了 He has no idea how to proceed with his dissertation 不知道如何继续写他的论文 今天学过的 往前走 继续继续进行 表示主题的这个词 论点的这个词 本身也可以叫做论文 对吧 至于你们平常最熟悉的paper 就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小论文了 甚至严格医生们来讲 老师连摘要 参考书目 引用书目都不需要你写 直接写出两三千词 一门课程的小论文就能够完成 对吧 duplicate 今天讲过一次 du表示二 plique表示折叠 一折为二 水中文叫做复制 做动词 duplicate 做形容词和名词 duplicate 找到规律了 会发现做形容词和名词的时候 通常都会弱读 形容词复制的 名词叫做复制品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because the studies done on how reliable this machine have not yet been duplicated 我们尚未知晓答案 关于这台机器可靠性的研究 还没有再次进行 没有被复制吗 第二次讲 就需要多跟同学们聊聊 这个单词的构词了 plique plique和ply 都表示折叠和重叠之意 com叫做一起 plique叫做折叠 把很多东西重合到一块 难以区分 动词叫做实复杂 形容词形式complicated 叫做复杂德 含义上是不是等同于complex complex做形容词就等同于complicated 都表示复杂 多了一层特殊的意思 一个人复杂的心理活动 中文翻译成为情节 这些词没加黄 说明的话拓展词汇 听一听背景 俄迪普斯情节 心理学当中被称作烈母 这来自于希腊三大悲剧 希腊悲剧是人类悲剧艺术的巅峰之作 埃斯库罗斯 索福克勒斯 欧里比德斯 一人写了一本 对吧 统称三大悲剧家的三大悲剧 埃斯库罗斯写的 背负了普罗米修斯 索福克勒斯写的就是 俄迪普斯王 杀父取母的故事 大家熟悉的最著名的 《诗生人面相》 就是来自于这本书 对吧 欧里比德斯写的叫做美帝亚 剧情的话特别的跌宕 可读性较强 对吧 杀父取母的俄迪普斯 就被当成了恋母的代名词 第二个 Electra Complex 恋父亲节 OK 在这一单元给德亚讲了 攻打特洛伊的故事 最终把特洛伊打定了 反途过程当中 希腊联军的首领阿加门龙 被自己的夫人 联合自己的儿子杀害 所以Electra 作为阿加门龙的女儿 最为崇拜自己英勇无为的父亲 所以一辈子剩余的目的 就是为了搞死自己的妈和自己的哥哥 为自己父亲报仇 所以这个人物就被称作了恋父 最后一个洛丽塔 情节是别经常听到 对吧 来自于的话 我们讲文学作品 洛丽塔 小说一开始就写的特别的挑逗 请你盯着我的嘴唇 喃喃念出她的名字 洛丽塔 洛丽塔 你是我的生命之光 你是我的欲望之源 一个猥琐的中年怪手书的形象 是不是月染纸面 所以现在洛丽塔情节就被称作恋幼 所以洛丽塔台湾版本翻得特别好 一树梨花压海棠 这就按照了我们讲的是规划的方式 用到了苏东波先生写了一首打油诗 得知自己的一个老友 迎娶了一个连方二八的少女 就写手诗 耶语她脑流吃嫩草嘛 怎么有文化素养的人 一下子真看不明白 一树梨花 花色脚白 纸带白发 鸭海棠 海棠粉能欲滴 代表烧花 这个鸭字有没有觉得最传神 对吧 洛丽塔洛丽塔 在语言学家当中认为 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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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的是一些成年女性 追目少女的时光 在言行举止上刻意的扮嫩 所以这些成年女性的恋诱的心理情节 就变成了我们讲洛丽塔的那种风格了 好了 紧急往下看 刚刚推荐的几本书 图片的话在这里方写着在 索夫克勒斯 俄迪普斯王 对吧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是Electra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是洛丽塔 读的书越多 可能在听起这些来就会觉得 好像这个我了解 那个我也熟悉 Explicate 把一个东西向外折 打开你看嘛 对吧 折到里面是不给你看嘛 往外折出来就是显现给你看 引申成为详细解释 看明白了吧 接着往下 它的形容词Explicit 形容词词性 一个东西被详细解释 就变得清楚明确 往里折 含蓄的表明说明 所以写成形容词implicit 含蓄的内涵的 下一个 再折一遍 复制 是不是完全等同于刚刚的duplicate 接下来一些词就变成了ply这个读音 也是表示折叠重叠 Apply 申请应用 名词叫做application Comply 服从遵守 imply 暗示 implication 行动事件可能带来了影响和结果 往回折回去 reply 回答回复 supply 叫做提供供应和补给 这些简单词我就不再逐一进行分析了 下一个词会 edible 容易 eat的形容词 able表示能够 能够被吃的 可以吃的 适宜食用的 the government has banned the supermarkets from throwing away edible foods 政府 明明禁止 超市 丢弃 那么一些可食用的食物 多浪费呀 把这些食物要丢弃 还不如送给的话 社会上面的the vulnerable 弱势群体 对吧 entity 实体 独立存在体 六七翻译不是考过经济体 那个概念吗 标准翻译 economy entity 经济的实体 经历的独在存在体 是不是要做经济体了 当然economy本身也可以表示经济体 所以加不加这个词 含义是对等的 构词法上面是等同于essence这个词的话 本质就构成了实体嘛 所以例句也蛮容易 the mind exists as a separate entity 一个人的思想 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去存在的 下一个词汇 注意读音 equity equity 公平公正 当结尾变成辅数的时候 表示股票 再次提醒结尾加不加s 能够彻底改变一个单词的含义 涨的就来自于equal 平等的 注意这个单词念成equity 公平公正 这个单词念成equality 平等 equity equality equation 两者相等 等式 方程式 equator 纬度等分线 赤道 equal表示相等 value表示价值 价值相等 形容词叫做等价的 名词叫做等价物 都是来自于equal equal 所以 讲义当中的派生词 equitable no equity的形容词形式 公平合理的 公正的 according to a study of race and equity education 根据一个有关 教育当中 种族和教育公平性的研究 black athletes 黑人的运动员 are dropping out of college 正在退学 across the country 全国范围内 at an alarming rate 以令人吃惊的速度 最后这个词所画画 中国的经济发展 以令人吃惊的速度 大都市的城市污染 正在变得更加糟糕 以令人吃惊的速度 at alarming rates 下个词 evaporate vapor圈一下就好 表示水蒸汽 构词法 使蒸汽往外 中文自然翻译成为蒸发 蒸发完了就消失消散了 使蒸汽往外 看例子 the plants also change shape 这些植物 也会转变形状 shrinking 缩水 缩 最小化 它们的表面面积 minimize学过 使之变得最小 最小化 它们的表面面积 through which the remaining water might evaporate 通过这种方式 剩余的水分 可能会经由液面来蒸发 expire 今天讲过的词根 气往外出来了 所以中文一 世事顽固 中文二 气满到气 OK frantic 这个单词的俄误拼写好多 所以frantic frenatic frenzit 都是一个含义 正好在笔记上面补充一下 看到frenfrenfren 给学生讲的伪科学 法国人特别的疯狂 对吧 这男女一见面 嗯 是不是都要行法式礼 所以法式吻 那是不是就是 哎呀 好疯狂的吻啊 看过足球比赛 球迷是不是也特别的疯狂 伪科学 跟法国道无关 但能够方便记住 你看看 france 法国 french 法国人 认字认一半了 想起法国人 就特别的疯狂 对吧 发狂似的 发狂似的 狂乱的 It simply made her go frantic 的第一层 which means drive her crazy 就用口语来讲 是不是就这么来写了 I spent three frantic days trying to get everything ready 我花了三天发狂般的日子 来让一切东西做好了准备 什么叫发狂的日子 少忙脚乱吗 转语了 紧张忙乱的 Despite our frantic efforts 尽管我们做出了 发狂的努力 是不是叫做拼命的努力 We were unable to save the boy's life 还是无法挽回 这个小男孩的生命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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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青青木草 对吧 新东方最喜欢的颜色 做动词的含义 吃草 放木 土地上的草 被吃了之后 对于土地来讲 是不是就是变成擦伤了 对吧 所以上面的牲口 从草地上掠过 这些吃的东西 就变成了他们的零食 好多意思 尽量把N层含义 穿在一块 六级考试当中 考的最多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放木 这层意思了 来 Feminist Grey Song 家人们放了木 就引申成为吃很多零食 这是特殊的举止 High cholesterol takeaways 高档固存的外带食品 买了带走了食品 以及Microwaved 微波的那些 即时食品 现成的餐 几个表达法 都是生活词 看清楚 High cholesterol 高档固存的 Take away 外卖 Microwave 微波 ready meals 现成的饭 即时食品 即时餐 Colesterol最难 所以说在这一瓶当中 做了一个常识的补充 医学的同学应该说 古希腊的四页说 Humor的本意 实际上是表示体液 液体的意思了 幽默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天赋和能力 所以后来就隐身成为幽默 西伯克拉底的体液理论 说的简单一点 人身体当中有四股体液 这四股体液的浓度和比例 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 和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 对吧 四种体液来自于不同的器官 黏液生于脑 黄胆汁生于肝 黑胆汁生于胃 血液出于心脏 所以人的体质不同 是由于四种体液的不同比例所导致 血液叫做Blood OK 词根上面表示血的叫做Sangry 所以一个人血多 为人乐观 面色红润 对吧 黏液 对应着形容词 Philigmatic 黏液多 坐舍温吞 不急不徐 冷淡冷漠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 Color 胆 所以 Cleric 一个人胆汁多 脾气容易发怒 Monachony 性情 阴郁 Colesterol 胆固醇 是不是都和胆有关 最后黑胆汁被称作Black Bio 写生了形容词 Bilius 胆汁的 坏脾气的 挺好玩的吧 对吧 这四种体液就变成了四种颜色 所以 好多年之前 国内不是引入了所谓的性格色彩分析吗 你现在会知道 理论源泉是不是也是来自于古希腊的这个体液理论 当然 好多好多的旋旋 四种体液会keep changing 通过手指甲盖上面的health ring加以体现 健康圈嘛 对吧 好了 下一个词 Grim 令人沮丧的 忧愁的 严肃的 糟糕的 还是通过搭配的形式 我们来记住这个单词的诸多含义 Grim face 严肃的面孔 Grim look 严肃的表情 Grim smile 严肃的笑 是不是就是冷笑 对吧 Grim news 令人沮丧的消息 Grim prospect 令人沮丧的前景 我们管它翻成暗淡的前景 而Grim house 阴郁凄凉的房子 最后一个Grim weather 令人沮丧的天气 一定是指不好的天气 恶劣的天气 所以不管取哪层意思 态度上面记清楚 扶贫架好 Washington would do well to take a deep breath before reaching to the grim numbers 在面对这个残酷的数字 采取行动之前 美国政府最好还是深吸一口气 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 react to the grim numbers 糟糕的数字 令人沮丧的数据 情况不好 Val 读快一点 Val 我要 我要干嘛 我要背单词 我要学英语 我要考研 我要出国 发誓 立誓 同一词 是不是叫做 Pledge 英语当中的口语词 表示发誓的 是不是叫做Swear Val to do 发誓要去做什么事 Keep about 立誓 Take about 发誓 Break about 违背誓言 Keep about 旅行誓言 Exchange vows 专指婚礼上面交换誓言 所以这种婚礼誓言 咱们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也经常的话本身 这是互相发誓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ill death Do us part 直到死亡 让我们分开 特别令人感佩 对吧 想到最有名的跟爱相关的一段话语 圣经 戈林多前书 十三章 这一章的名字叫做 爱的真言 对吧 推荐同学们有空回去看看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词 所以啊 守得住现在暂时的内心的寂寞 才能守得来你将来真正的爱人 对于你现在来讲啊 好好学习就是你终身的爱人 直到死亡才能把你和学习所分开 好 伴随着刚刚这一句誓言 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也正式结束 至此两个高频词汇的重点讲解的对象 咱们就正式画上了句号了 从下次课开始 快速的进入到中平词汇的学习 好 我们下次再见了 各位同学